男人把国宝卖给洋人 挣到了数十万大洋 事后被人揭发抓了起来 结果转眼之间 他不仅无罪释放 还受到了政府的表彰 这是怎么回事呢 自从蓝衣柜看见解放军墨河出现在流离场内 他心中就忐忑不安 但是让蓝衣柜没想到的是 墨河摇身一变成了无反工作组的组长 专门调查国宝流失 他指着报纸告诉大家 半个月前 我国的众生李佛图在欧洲的博物馆展出 而且博物馆的负责人曾透露 国宝正是从琉璃厂运出去的 国家的宝贝 中华民族的灵魂就这么卖给洋人了 这可不是卖一尊一祖石造像的问题 这是卖国行径必须延长 此话已出下面的蓝掌柜慌了 墨河让大家踊跃检举 找出贩卖国宝的卖国贼 台下的人议论纷纷 蓝衣柜下的冷汗直流 十分钟的沉默后 刘掌柜举起了小手 这幅众生李佛图 最后是从天和轩蓝掌柜那运出去的 蓝衣柜本想解释几句 却被人直接带了出去 在审讯室里蓝衣柜说出了实情 原来他的确卖过众生李佛图 不过那个是假的 真的在他家的后院里埋着呢 蓝衣柜觉得自己非但无罪还有功 但是因为没有证据 解放军并没有放他离开 另一边回到家里的佟凤泉 却从生子口中听到了街上的留言 说蓝衣柜被抓 是墨河在公报死仇 而佟凤泉明白 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因为众生李佛图一世 他也算是参与者 于是佟凤泉找到了墨河 说无法工作组抓错人了 墨河见他这么说 就带人来到了蓝衣柜的后院 挤锄头下去很快就挖到了实相 把蓝衣柜吓了一跳 等伙计将实相挖出 墨河吩咐人将佟凤泉喊来查看 佟凤泉仔细地看了一遍 确实是当年他见过的实相 蓝衣柜这才洗清了冤屈 可这样他还不愿意 蓝衣柜要求墨河召开大会 还他一个清白 就这样 贩卖国宝的蓝衣柜 摇身一变成了保护国宝的功臣 还被请上台讲话 蓝衣柜趁机举报了 盗窃众生李佛图的索巴和王财 工作组对蓝衣柜的态度十分满意 在夸奖了几句后 将他任命为众生李佛图的修复主持人 可就在这时 墨河却向领导提议 让佟凤泉跟蓝衣柜 共同修复国宝 因为他曾经描过众生李佛图的小样 领导自然乐意 但蓝衣柜却不愿意 生怕修复国宝的功劳 被铜凤泉抢了去 因此在回去后 蓝衣柜就抹起了阳功 想着该怎么样 才能独占修复国宝的功劳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 铜凤泉却一心一意的修复国宝 眼瞅着众生李佛图 马上就要修好了 蓝衣柜急了 于是他就想了一个损招 桂山上好院去 这个男人要把警局跑了 男人说这里藏着国宝四养方尊 解放军去觉得他是个疯子 把铜凤泉轰了出去 没有找到国宝的铜凤泉 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很快就被抓进了监狱 然而就在不久前 铜凤泉还是修复国宝的功臣 如今却因为蓝衣柜的恩将仇报 蹲了大狱 原来蓝衣柜为了独占修复国宝的功劳 故意将几乎拼好的事项 变成了一堆碎事 铜凤泉质问蓝掌柜是怎么回事 蓝衣柜却一问三不知 还对铜凤泉冷嘲热访 这些日子只有你动 专家都动手了 谁还敢伸手啊 甭他妈问我 蓝衣柜仗着自己保护国宝有功 根本不把铜凤泉放在眼里 还说在我的铺子里 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让他不想干就滚 铜凤泉还真就滚了 扭头就找到墨河 提出了辞职 墨河问他为什么 铜凤泉说 自己苦点累点他都不怕 但是要让他跟蓝衣柜一起工作 那是打死他也不干了 这一拆房一盖房 什么时候能干完呢 你不要个人一起 有什么事可以交流吗 没法交流啊 墨河同志 他这是 他这存心害人啊 铜凤泉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墨河却仍然不同意 还劝他继续干下去 铜凤泉表示 让他接着干 必须把国宝放到工作组的院子里 让大家看着干 这下铜凤泉乐意了 可空荡荡的院子 却激怒了蓝衣柜 这事我能忍吗 他当然不能忍 蓝衣柜认定 墨河和铜凤泉是一伙的 因为蓝衣柜决定 将两人一起干趴下 没过几天 蓝衣柜就抓住了机会 卖国贼索巴被抓了 解放军召开了一个批判大会 蓝衣柜果断的举手发言 他拿卖国贼做文章 给大家报了一个猛料 就拿着卖国贼来说吧 就拿这个 把国宝卖给洋人的败类来说吧 据我所知 在咱们这条街上 还大有人在 此话已出 下面的人都慌了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谁还没有卖古董求生呢 蓝衣柜紧跟着就指着报纸说道 铜凤泉在民国36年 曾经卖给洋人一件国宝级古董 蓝衣柜大喊打倒卖国贼 瞬间群情激愤 铜凤泉想要解释两句 却被众人指责 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 墨河见状就开口帮助 铜凤泉说自己卖给洋人的是假的 可是却根本没人信 报纸上不仅登记了照片 还有罗教授写的文章 白纸黑字为证 但墨河却力挺铜凤泉 蓝衣柜见状就向何局长提议 让墨河退出工作组 说他假公祭司 何局长打断了蓝衣柜的发言 宣布此次大会的结束 至于要不要抓捕铜凤泉 就要看他能不能拿出真正的四阳方尊 可让铜凤泉没想到的是 当年败落的小院 如今却翻新成了消防大院 又从领导的口中了解到 在盖楼的时候 并没有挖到青铜器 所以铜凤泉认为 四阳方尊还在地下埋着 就提出了挖地找尊 结果却被人撵了出去 铜凤泉不怪人家 他决定任命了 但一旁的生子却不这么想 在给墨河留了一封信后 就自首进了监狱 而墨河看了信后泪流满面 决定要救他 这个女人捧着四阳方尊进来 刚刚还咄咄逼人的 罗先生态度一下变了 铜凤泉跟墨河相似一笑 他终于清白了 然而就在不久前 国宝四阳方尊 还在警察局的地板下 生子为了救铜凤泉 拿着锄头溜进了警察局 对着地板就开凿 战士很快就抓住了他 然后通知了正在约会的刘局长 刘局长本想严惩这个不法分子 可等生子走出来的时候 墨河却立马求情 刘局长见这个孩子是心上人的熟人 就做了个顺水人情 随后墨河又从生子口中得知 真正的四阳方尊 就埋在刘局长的办公室 铜凤泉在监狱中遇见了索罢 他被判了死刑 这才对铜凤泉说了实话 我估他没死 他在哪儿呢 他说在西山里 铜凤泉大骂索罢不是东西 连自己亲姑都害 毕竟死婚都不多 墨河要结婚了 在他和刘局长的大婚之夜 墨河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是将生子接过来 跟他们一起逛 二是想办法挖出四阳方尊 还铜凤泉一个清白 在铜凤泉的审理大会上 罗先生痛斥着铜凤泉的卖国贼行为 在他骂得正爽的时候 墨河带着四阳方尊走了进来 罗先生立马变了口风 还了他一个清白 后来铜凤泉凭借他的眼力 在废品收购公司通过二十多年的时间 替国家找到两百多件国宝级古董 琉璃厂的老人也都死得死走得走 二十多年来 他一直没有放弃如秋兰 一到休息日就骑着小车 往西山来来回回地跑 可他走遍了京西的大山沟 也没有找到秋兰的下落 他不甘心 这天铜凤泉跟着旅游团 来到了一个小山沟 导游小伙子十分热情 带着大家看遍山村的景象 正当小伙带着众人 去看村里的养筑场时 却遇见了他的娘亲 老人却让小伙先去招待客人 铜凤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慢慢地扭过头去 才发现坐在墨盘上的老人 正是跟着如秋兰的冯马 他上前跟他相认 结果冯妈却说道 您谁呀 听着不像我们村的 身手 您是冯妈吗 您是 我是童凤泉 童先生 冯妈 冯妈泪流满面地告诉童凤泉 刚才那个导游小伙子 就是他跟如秋兰的儿子 随后冯妈将童凤泉 带到了如儿奶奶的坟前 童凤泉激动地跑向了如秋兰 童凤泉 童凤泉